來賣烤地瓜喔!冬豬都親媽媽喔! 仁安基金會的給予給甘拉人一把烤地瓜謀生方案 幫助許多弱勢婦女走出低潮 然而每到夏天 因為天氣炎熱,熱地瓜總是難以售出 冬天的地瓜因為天氣冷比較好賣 夏天的話就是天氣太熱 客人也比較少 那我們在夏季的部分有特別跟這個西湖農場辦合作 然後有做推出這個冰心地瓜的販售 那目前的方式就是會以帶領媽媽去做一些地區性的團購為主 因為冰心地瓜它在路邊有一些冷藏的條件限制 所以我們還是會以團購的方式為主這樣子 其實烤地瓜拉一把這個方案 當初是由我們創辦人曹青先生 他發現有一些事業的單親媽媽跟事業的婦女 在因為要兼顧照顧小孩的狀態之下很難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因為我沒有遺跡之長 然後我就想說來這邊就是學賣地瓜這樣子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能做的工作我就會去紅紅引起這樣子 流動地瓜攤販可能遭遇被驅趕開罰單的困境 而罰金常常就是全天工作的收入 其實我們一開始評估這個媽媽 教導她這樣技術的時候還有她出攤的點 這個都是我們評估的範圍之內 那她想要設立的點我們一開始都會去做評估 那會基本上會不會影響到用路人的狀態之下去做擺設 就是一般我們所謂的紅白線的問題這樣子 有時候開單是因為可能是民眾舉報 或者是媽媽不小心沒注意到的狀況都有 但是比例上是非常非常少 在討論幫助弱勢婦女重新站起之外 也需思考社會應怎麼給予輔助 體制怎麼設計才能避免福利依賴 並讓他們能有販賣地瓜外的更多選擇 中正一報 王怡林 杜怡傑 嘉義士報導 上次